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在花東縱谷一帶飆出了40度的高 我們要提醒大家明天的溫度依舊是會非常的高 我們先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 主要來說因為明天整個太平洋高的勢力會稍微強一點點 各地的降雨都會在趨緩 沒有了降雨之後各地的天氣都會變得比較炎熱 提醒在花東縱谷一帶還有大台北地區 都要特別防範這個溫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至於降雨的部分 我們也從雨區預報圖上面來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 整體的天氣狀況都還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而到了明天其實一整天天氣都還算是穩定 然而午後在山區的部分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特別提醒要前往山區的觀眾朋友 要注意安全 一起來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在基隆 臺北跟新北市 都是晴稻多雲的穩定天氣 所以高溫來到三十七度會比較熱一點 桃園 新竹跟苗栗一樣是有陽光的穩定天氣 高溫三十五度 再來看到台中彰化南投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二十五到三十四度 技術看到雲林嘉義台南一樣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二十五到三十四度 至於高雄明天多元屏東柳翼五號的短暫雨勢 高溫三十五度 往東不走 宜蘭花蓮跟台東天氣狀況都非常的穩定 宜蘭高溫三十五度 再來我們看到馬祖金門跟澎湖 都是晴稻多雲的天氣高溫三十三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